嘴很馋的时候,来份无糖烤鱿鱼丝配碧露吧!撇布底夹,教你鱿鱼前怎么烤最刚好。 3. 减肥 常想,一堆好吃的低糖变化吃法,实在是我不想减得太痛苦导致又在减肥失败。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偶尔会搬出来疗愈饥饿性灵的灵堂粪宵夜,烤鱿鱼丝挣灵堂啤酒,昨天才刚吃了一份翘脚配电影呢,好好吃,爽爽的,根本不觉得我在减肥啊。 这烤鱿鱼丝其实超级简单,但是没拿捏好烤温跟调味方式就无法尝到各种美味。 所以想吃的跟我一样爽就一定要看今天这篇制烤鱿鱼前蜜招忧,我喝喝喝,喜欢那塔我各种减糖食谱的话,这些变化吃法和减肥历程也会及时分享在我的脸书,欢迎按赞抢先看和多多分享。 会想到这个烤鱿鱼丝做法是我在日本自住时,发现它们有蛮多海味零食的糖分都很低,尤其是这种原味的鱿鱼片。 碳水化合物几近零,但是呢,它调味的还蛮咸的,常吃并不是很好,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替代。 回台湾后我想到可以去超市买鱿鱼钱,包装上显示碳水化合物是零,但我私下也查了相关资讯,不过网路上鱿鱼钱的成分标示不一,资讯也不多,所以最后就以这个包装标示和参考日本鱿鱼零食的成分为准。 至于要怎么把鱿鱼钱烤的香却不认口,下酒又刷嘴呢? 这个嘛,我在烤过好多片后终于有了好计的做法跟烤温可以跟你们分享。 首先,将鱿鱼钱表面的脏污杂质等冲洗一遍,不用搓洗油,就稍微冲以下即可,然后趁表面有点水分,先薄薄撒一层胡椒盐在其中一面即可,另一面不用,让胡椒盐附住在表面。 烤箱以170度C预热好,把鱿鱼钱放进去烤约4分钟。 烤到像这样稍微卷起,就可以取出摆在盘里。 用小烤箱也能烤,只是小烤箱一般没有温度显示,火力也会比较集中,所以一开始先烤一两分钟再判断。 用肉眼判断,看它像照片中这样略卷起就差不多好了,试吃一下若不是自己喜欢的口感,觉得不够浅酥的话可以再烤一下,但别烤过头了,记得,烤太浅就太硬螺。 稍微冷卷后就可以剪成细丝,我的经验是剪越细越好,这样比较好取决。 嗯?这也太好吃了吧,越嚼越香,而且很耐嚼,每次烤一盘全家人都可以吃满酒,所以我偶尔想到就会烤一味。 吃这香到不行的烤鱿鱼丝,想必也会来杯冰凉凉啤酒对吧,但一般啤酒的糖分都不少,该怎么办好? 真的很想喝可以选择一些超市贩售的零糖制啤酒,虽然坦白说它没有一般啤酒好喝,但是偶尔为之还是可以满足以下的。 想健康一点的话可以选择气泡水,像师傅与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好清新薄荷柠檬气泡水,或是纯粹喝一杯没任何调味的气泡水,无糖绿茶都可以,糖分皆需近于零,都是蛮好的选择。 呼前拉,谁说减糖不能吃宵夜呢?没这回是没这回是。即使还有好多好选择呢,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低糖吃法。 父女我未来还会有更多现糖减肥心得和低糖食谱分享,欢迎常来我的脸书和部落格持续锁定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